今天上午,前央视著名主持人李勇去世的消息,随着替妻子发布微博,随即成为网络热点,看完17个月,始终没有传出相关消息,才让无数网友在知道他去世消息是万分震惊。 喜欢李勇主持风格的观众更是无法置信,但,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,那个留着长卷发,爱穿亮片小马甲,主持风格轻松幽默辉鞋的勇哥,是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最了解,李勇的葬礼意于美国时间10月28月10点,北京时间10月28日晚10点。 在美国举行50年的人生,说短不短,说长不长,时间总在眺望中遥远,在回忆中短暂,因为在新疆出生,长大,人机沙溪的李勇爱说,自己是新疆人,从23岁进入央视开始。 他因为幸运52,非常6在1,梦想中国等节目为全国观众熟知,并成为中国最具价值主持人榜单之首,个人品牌价值5亿。 为了做好节目,李勇向来很拼,他说幸运52播出的10年中,从未因为他个人原因的影响,即使高烧到整个人都打晃,便陶鲜发言疼痛不疑。 他都是靠重要撑着,漂亮的完成播出任务,因为喜欢所以够拼,也因为这样,舞台上的他总是那样活力四射,轻松度取,机智幽默,除了主持方面的成功。 李勇最为人称道,的就是他与妻子哈文从大学时期就开始的爱情,李勇以前不爱说话,上了大学后依然自闭,总是背着个画家读来读往,成为校园中一幕独特的风景,很多女孩觉得他够特殊,有个性。 但是李勇说,我只注意哈文,一次在阶梯教室上课时,李勇因为哈文美好的侧颜而对他一见钟情,因为他自己很瘦,李勇就比较喜欢胖乎乎的女生。 哈文,就是如此,有了贼心,李勇就鼓起勇气,找机会向哈文表达,趁着某次同学聚餐结束跳舞时,李勇是他着问哈文,你心中的男朋友什么样? 哈文说至少一米八把,身高不够的李勇嫣了,觉得这是哈文的知了他的企图故意让他知难而退,但又不死心,加问了一句最底线呢? 得到答案是175后,李勇问了,我与你755。 尽管如此,两个人也没有一拍集合,哈文先是不理他,后来又以父亲不同意拒绝他。 1988年元旦时,李勇再次向哈文表达,并灵机一动,从地上把了一朵野花,说哈文要是同意就接花,不同意就不要接。 这次,李勇成功了,两个人从确定恋情到结婚再到现在,已经携手走过了30年时间,一直相扶相守。 中间李勇也有两段绯闻传出,但很快都证实是假的。 第一次,是传他与飞翔6加1中的开奖宝贝吻别,之后当事人做出澄清。 第二次,是传他与孙悦,之后证实原来是哈文和几个朋友导演的初有小节目。 而且李勇当时还,将照片转到了自己博客,若说李勇还有负面新闻,那可能就是他的移民传闻了。 就是今天的消息传出后,评论中也有说,他都不是中国人了。 今年8月份,哈文曾经刷出几张照片,有网友在下面问,移民了吗? 哈文回答慕友,结合李勇患病去世这件事,可以判断是李勇为了致病临时定居美国,并不是网传的移民,即使是被抓拍到被传闻,李勇也从来没有回应过。 他的沉默,在许多人看来,或许就是慕怨吧。 哈文把微博很勤,原创,转发或者是单纯的问个早安。 从今年8月份开始,他的微博发布量减少许多,但是早,早安依然在坚持。 最后的这几个月,这简单的两个字,中,有多少他的忌叹,期望,他仍不得而知。 但是今天他微博中那句,永迟我爱,四个字加起来不到三十话,其中心酸伤痛难遮难言。